首先如果以道指相對立指的角度 其實大家發覺如果以圖形方面 道指反彈的幅度相對來說是比較大一點 而且可以去到前面的密集區 因為大家看到之前最低是大概30,068點 一剎那是穿過31,000的 但是由頭到尾以收市價的角度 都是沒有跌穿是31,000的水平 而我們就是說反彈量如果是太弱勢的話 基本上是連前面一些譬如說雙底位 或者是多重密集區那些範圍 應該是升都升穿不到 或者是連跌都跌不到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道指其實你看到 近來特別前幾天之大陽燭 其實都可以升回前密集區的所謂的低位那裡 還有曾經都一剎那是升穿過的 那麼兼且我們看到就是 雖然道指昨天是高開而低收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媒體的幅度相對 立指言都不是說太大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道指有機會 是在一段時間是跑贏的 立指其實是不出氣的 因為道指除了小部分 Megacap的科技股以外 也都是有一堆的傳統的股份 其實它又有 至少有雪佛龍 也都是有一些內銀股 Sorry 這個銀行股 還有一些已經是跌到差不多這樣了 也都開始有些反彈動力的內需股 這樣去支撐著它的道指的整體成份股 支撐著道指的指數 所以我都會覺得如果有些投資者 就是說其實買那邊的股份很害怕 買office relation都很大 或者一些科技股都很害怕 但是又想投資美股 或者是新手的話 也都不妨考慮分段去做道指的ETF 其實道指的ETF 是一倍槓桿 或者三倍槓桿 其實都是有的 如果初學者的話 就可以分段去留意道指的ETF 就是無槓桿ETF 做一個是中線穩健的投資 那我自己會覺得道指是比較難跌 轉3萬1的低位的 那納指由於始終來說 是相對來說比較波動的這個 還有就是說加息 也都不知道會持續 是影響到第二季度的盈利 還有那個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 那個市場加息加得越厲害的話 那股票其實冥冥中的股值 都會跟著那個 是所謂的無風險的利率 其實來說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那那個無風險的利率 越來越高的時候 就會變相是直接壓抑了 是Gold Federation股票的股值的 而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科技的指數為代表 納指納指數 有機會進一步下跌 前低位或者接近前低位 其實都不出奇的 所以在兩者裏面 我都會覺得近來 如果是穩健的投資者 又不想投資那個股的 可能道指的產品 會比納指的產品好